腾肺炎病毒 腾肺炎病毒 健康癌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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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 健康癌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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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是陶勒斯 那因為最近呢 武漢肺炎疫情還蠻嚴重的 再加上寒流來西 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的冲浪周季就先暂停一周 我们就在室内回顾一下我们前几个礼拜冲浪啊 换短板冲之后 跟去年我都用练习板冲 有什么明显的差异 然后会发现说冲浪的初学者 然后或是冲浪新手 很容易犯的一些基本动作的错误 对那我们今天主要分两大个部分跟大家分享 一个就是滑水 一个就是启程 对那比较中阶的左右跑那些我们就之后再说 因为我们现在还不太会 对那滑水的部分呢 因为啊板子都有它的重心 练习板啊它也比较大张 浮力也比较大 所以你怕前面一点后面一点 其实影响不是这么大 可是像这种大概60左右的短板呢 它的重心比较集中在一个点 所以你如果怕太前面一点点 就会很容易插水 对那你如果怕太后面一点点 你的板头这样翘起来就有点刹车的作用 你会滑的很慢 就是感觉怎么都前进不累这样 对所以呢 第一个就是你要趴在一个正确的位置 可是因为随着每张板的版型不同 每个人的体重啊身体状况不一样 要怎么样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呢 那就是当你趴上去的时候 你的板头要跟海平面大概距离 一个到两个左右的拳头高 这样子你在滑水的时候 你整个就是几乎是平行海平面 它是比较有效率的前进的方式 然后滑水的部分呢 除了刚刚说的趴的位置啊 还有一个就是我滑水的动作 因为以前用练习板在滑水的时候 它浮力本身就很大 所以就是在滑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像很容易前进 只是当我换鱼板这种短的 浮力比较小的时候就会觉得 好累我光滑到outside 大概就要休息个十分钟 我才有办法再追浪 那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手啊 之前滑水的时候 靠太多手的力气了 应该是要靠背的力气多一点 对 因为像我上个月 前两个月去台东看比赛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他们在金尊比嘛 然后旁边的小雨岗 就会有很多选手在那边练习 然后那时候我刚好有跟 世界常伴女生冠军 在同个海面上练习 我们有离多近呢 大概就是五公尺左右的距离吧 对于是我就非常近距离的 看着他滑水啊 骑成的这些动作 然后我发现 他滑水看起来很轻松 而且他滑到outside的速度超快的 然后为什么呢 有一个很大的重要点 是因为我们大部分都用手跟肩膀 很拼命的这样在滑水 这样每一几下你真的就会很累了 可是我看他啊 就是整个这样向上膠这样停着嘛 然后感觉他的手都很放松 他都是用背的这样的力气的感觉 在滑水 然后轻轻松松就滑到outside 不然这样子 其实有时候这样冲一天下来啊 你隔天整个肩膀会酸爆 因为你其实都是用这个关节力量在滑水 可是其实不啦 你应该就只是用你 大肌群 整个背的力量去滑水 会比较轻松 在追浪的时候也比较有速度才容易追到 再来就是 启程 相信大家前两周看到我的冲浪 就会发现 我用短板启程啊 成功力趋近于0 不像练习板比较容易启程 那我发现有几个原因 其中一个就是 我启程的速度太慢了 对因为以前练习板的时候 可能都已经 它推到你很久 我都已经从浪臂 已经滑到浪底 才启程 所以我几乎只能直跑 很难斜跑回去 然后短板的反应时间又再更短一点 就是你一感受到浪推你的时候 你其实就应该要立刻启程 不然就只能玩倒掉的浪滑 回到岸边 对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启程的位置 就成如刚刚所说 因为我之前在充电洗板的时候啊 我也是很怕擦水 所以我都会趴得很后面 然后换成雨板或短板这样子的时候 你怕太后面啊 你在启程的时候很容易 就会踩得太后面 然后就会整个往后倒 然后板子就会往前喷出去 对所以就是 一开始在滑水的时候 你重心就要趴前面一点点 让推到的时候 你其实肚子一撑 手轻轻一护 就可以启程了 而我是看那个很多选手 像叫John啊他们 我就看他们练习的短片 然后就发现自己的动作跟他们差很多 那我觉得主要的差别大概是这两部分 第一个就是你趴的位置 然后你启程的时间点 对 那我接下来几个礼拜 朝向这两个目标去慢慢调整 希望可以尽快顺利的启程 那今天的分享影片就先到这里啦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帮我分享出去 然后 订阅我的频道 以及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未来的任何一集哦 那就下周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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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